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令,在2012年没有出国之前,我的雅思写作怎么样考都是6分,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5月10号的成绩,也是写作6分,那个时候已经是第四次考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表情已经被虐得不行了,所以我特别可以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就会觉得说,我怎么怎么每次都是6分,因为觉得很奇怪,但后来我掌握了一套方法,这个方法呢,帮助我在16天之内5月26号的时候, 然后,雅思写作考了7分,然后我的平均分就是每一门都是7分,考到了上了那个莫大的Must of Teaching专业,毕业之后的话呢,我就录了一个课程,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然后这是一个网络的课程,比如说可以帮我的学,帮助一些学生,考到7分,然后还有考了之前考了七八次的学生,第一次就可以搞到7分,甚至是8分,那你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呢,我有一个7天的免费网络课程,听好了,这是一个7天的,然后这是一个免费的网络课程,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上了这个课之后呢,你还可以去体验手机application,比如说这个手机application可以帮助你边走边背单词,还有在线测试题目,真正可以去让你take action,去背一些词组, 然后报名方法很简单,停一下这个视频,用你的手机微信,扫描一下下面这个二维码,这是助教的二维码,它会把你加到我们的微信大义群,同时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报名这个7天的网络课程, 这课程里面你还会学习,我的核心方法就是abc加recipe,40组abc词组,同时还有几套四组万能的recipe,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尽快去报名这个课程,如果你周围有同学考亚思的话,也可以把这个二维码去分享给他们,好,下面你就可以来看一下今天的daily lesson了,daily lesson是每周一至周五,每天都有一个, 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免费课程的第83课,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是不是对于保护动物过分关注,这是1月31号澳大利亚的一道真题,当初考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写跑题了,去年是2015年1月31号的一个题目,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啊,这个题目上面有两个难点啊,第一个难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第一个难点就是它不是传统的利润和让步反驳,嗯, 让步,说了不要写中文,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利润和让步反驳,然后第二个难点就是它不能直接用ABC去写,需要把词组放到例子里面去证明,好,因为这种题是讲号的题,too much attention是讲号的,你没有办法用A发生,B发生,C发生因果关系,去来解释一个为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写让步,在让步的过程中你就写说,我承认政府机构媒体确实非常关注, 也像保护动物,但是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然后具体的试什么写一下就可以了,我这边把段落都已经给你写好,你自己看一下就可以,我带你稍微过一下吧, Specifically, our day we are bombarded with,be bombarded with,是什么,每天都被什么样东西狂轰乱战,好,这些新闻去remind us of something,remind us something,how serious the problem is, 比如说,whenever a species is at the verge of extinction,任何一个东西快要灭绝的时候的话,它就会被,will be reported by the media to raise our awareness, 好,下面一个also,governments,anim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and big companies,allocate a huge amount of money,好,allocate a huge amount of money,是一个词组吧, 拨很多钱去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方式去用来什么scientific research,habitat and improvement,动作生活的地方叫做habitat, holding events这样子的,比如说我随便又举了一个例子,好,下面一个,下面当你去反驳的时候,我想说,但是这些努力是不够的, 不能算是too much attention,因为根本就没有作用,所以我这边开头我写了一句就是,are neither enough nor effective, 好,首先就是not all governments think wildlife is worthy of their attention,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认为这个野生动物是值得我们的关注的, 比如说,下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hunting or trading animals,在有一些发达,发展中国家,就是很common, 然后they are even than my industries contributing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me underdeveloped areas, 同时呢,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strict laws have been released, 有一些比较严格的法律去released,去deter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吧, 去让别人不敢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国家的法律比较严格, 不让别人就不敢去再去hunting animals,但是我后面写了一个去虚拟语气再加上一个反问句, 你肯定是可以拿8分的容易写出这样的句子啊, 如果这些法律真的是有效的话,有效阻止的话,为什么have we never stopped, 又是一个双重否定,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停止看到有些人还在继续consuming这个wild animal products, 包括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句子可以去学习一下,这是一个虚拟器, 如果什么什么是有效的,表示它真的没有有效,所以我用的手过, 我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看这些,好,这次课我们就讲到这边, 然后很多同学都问说,就是很多同学都问说这个免费的课程和付费课程主要区别是什么, 主要区别就是structure的区别, 简单讲我们拿这个题目来讲吧,那这个题目你可以看到, 可能免费课程就会给你去share一些,这个范文是这样的, 大概其实会给你讲一下应该去怎么样去写, 但是付费课程里面就专门有一节课会给他讲说, 三个虚拟器,fist the conditional,second conditional, 三个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些在线的测试题目, 就可以保证他写一个句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还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去应用这个句子, 所以更多就是真正可以去帮助你去develop这种skill的, 如果你自己有能力可以自学的话,你可以不上了课程, 但如果你真的是说时间不够的话,我建议,如果时间真的不够, 还有两个月进内考试的话,你不要再去try其他方法了, 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那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付费课程第一天都是从结构开头结尾主旨去论证模板这边学的, 而且专门有一节课是语法,你把这个expand out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有这么多语法课, 所以定语重句这些虚拟器全部都会学到的, 然后分词的用法都是你们不会的, 然后如何去构思题目,就比较structure一点, 然后后面是买一组的ABC, 每一组的ABC也和你们现在看到的不一样, 你们看到的都是分题目的对不对, 他们是分组的,就是把一组像你们免费课程里面看到的那样, 就比如说这是文化组, 那文化组的话,我们可能会具体把同类的ABC全部都给他们整理好, 好,那这样子整理好之后的话, 它会更好利用,比如说第五节课学的idea map, 第五节课,第五节课因为我们会学idea map, 它就会更好来去利用一下这些ABC, 更好你就会知道说minimum input,maximum output, 就是把输入降到最低,把输出降到最大, 更多是学这个方法,而不是说无谓去背, 没有任何效果去背那些范文, 好,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今天这个文章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它用不到ABC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写法, 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自己去分析一下这篇文章,